歡迎收看本集的金打細算 好那這個月會出一些工作室相關事務 像是網路升級還有環境維護等等 所以說整個更新頻率稍微減少一點 笑死了我應該變成月更新YouTuber了 那為補償各位這個月沒有做月報直播的關係 所以今天這集來分享一下 就是關於主流預算3-4萬塊電腦菜單的一個升級 就是基於我們上一支影片的一個改良款 因為這個月其實我覺得推出兩個蠻值得購買的新零件 然後在今天這集影片下半部的部分 我們跟他實測分享一下關於i5的1240搭配RTX3080 到底會不會有性能上的瓶頸 因為我在上一部影片看到還蠻多網友好奇說 這樣使用6核心的i5代不代動GA12等級的高階顯卡 放心啦 既然我敢這樣配代表是絕對代動的 關於這部份我在影片後半部會有詳細的實測跟解說 好那在影片正式開始之前 還是要先推廣一下我們的Discord伺服器 像我們今天這集會聊到的零組件特價資訊 其實我都會第一時間在上面做一個發布跟分享 基本上這種特價情報很多都是限時跟限量 那我做影片絕對是來不及更新的 所以如果你進來的話 就可以第一時間掌握到這些由我整理好獨家的特價資訊 那很多都是秒殺級別的 欸拜託推根群不知道是假的 除此之外我們伺服器還有設有完整的菜單討論跟硬體專板 這邊就非常歡迎對電腦硬體有興趣的你來一起加入 那錄取連結我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可以找到 那接下來進入到我們這次影片正題的就是 菜單修改的部分 好那首先看到這個是我上個月開設的採購清單 整體來說要直接沿用的話是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上面有一些零件目前已經是買不到了 像主機板就直接缺貨 那不過這個月有一張更棒的選擇可以替代 然後顯示卡的部分 這個月3080的庫存也是輕的差不多了 像在月初還有RG的白卡在尾盤出清 但只活了大概不到一個小時就直接玩售 目前2萬塊要買到的話可能還要稍微找一下 那我說在網上看的話 RTX3080最近價比較多 再搭配折扣活動的話 近期應該是蠻有機會用2萬出頭價格來購入 接著是主流級別性能導向的 RTX360Ti跟RTX3070 近期的價格就仍然是維持在建議售價這個區間裡面 但整體的庫存量相較於上個月來講是比較豪買一點 至於在3060以下的價格仍然都是便宜 如果你的預算非常有限的話 建議一定要搭配折扣或是活動入手會比較划算一點 那接著看我們這次菜單修改的部分 前面有提到3080以上的高階卡現在量是比較少一點 如果說沒有找到漂亮價格的GA102的話 其實我個人覺得是不用強求 現階段來說的話我會建議可以往GA104的這個級別卡去做一個選擇 那基本上也是以價格為優先考慮 如果說當下沒有任何優惠跟活動可以搭配又必須馬上組的話 那我會直接選擇這張我之前評測過的 EVGA RTX360Ti的XC Gaming雙風扇版本 經過我這一個月的觀察 基本上這張卡已經在官網上常態進行販售了 以GA104的性能來講也是足以應付目前主流的E440P的遊戲環境 那以目前官網售價來看 未來如說要升級40系列的顯示卡 要轉賣二手價格的下場損失相對來講也是比較有限的 所以它目前算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選擇 但其實以現階段來講 我個人是不太建議直接購買原價的顯示卡 因為隨時都有可能會有更高階的型號突然下殺 除非你真的是當下很急著要組 突然近期只要蹲一下 應該都有意想不到的破盤價 總之顯示卡型號選擇的部分 真的最近還蠻需要觀察一下行情在下手的 因為波動真的是非常劇烈 那我這邊就先列出一個我個人覺得算是比較保守的選擇 接下來我們看到其他零件搭配的部分 基本上在CPU部分仍然選擇12代i5為主 純遊戲玩家的話可以拿i5的1240F 性價比比較高 那如果是有剪輯或是生產力應用的需求 可以拿不帶F後綴有內顯版本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忠實的AMD粉絲的話 其實近期的5600跟5600X也有蠻多降價跟促銷活動 像是AUTOBYE最近就有推出買B50 PRO ART送5600X的這些活動 這個部分就看個人的品牌信仰還有當下的活動跟價格來做一個選擇 那如果說都沒有特別偏好的話就拿12代i5就好了 為了要升級13代的話板子也可以直接沿用 好那接著在散熱器的部分 雖然說12代i5使用原廠散熱器就足夠應付了 但我這邊還是特別在補一個塔扇來降低整個噪音還有強化散熱 那如果說你不會買金弄的話 這邊可以直接拿台灣現貨的S120 Plus 選擇它主要原因就是它裡面有兩顆C12的風扇 我個人是不會把兩顆都裝在塔上 我會把其中一顆拿去裝在機殼上來加強整個風套對流 接下來是主機板的部分 上個月推的這張B620 Pro RX基本上現在已經買不到了 但這個月華行星推出的這張B620M PG Reptile又更猛了 這可是一張Micro ATX尺寸的主機板 它本身採用了高達15項的供電設計 基本上要拿來裝到i9等級的處理器是完全沒問題的 而且這張主機板它最大特色就是有獨立的BCLK時脈產生器 也就能達成失傳多年的非K超頻的能力 除此之外整張板子的散熱還有擴充能力都是非常不錯 最重要是它的價格3490的售價真的是非常平易近人 搭配我們這次的組合整個性價比真的相當高 甚至我個人都蠻有興趣直接收一張來玩 不過前陣子真的是比較忙不過來的關係 所以如果說這是後果入手的話 一定會在頻道跟他分享整個超頻的相關心得 好那再來是記憶體的部分 我們這次選擇這張主機板它仍然是可以支援了DDR4的記憶體 同樣的現在DDR4末期我更偏好選擇16G兩條雙通道版本 型號部分就看當下哪一家降價就選哪一家 基本上一G小的100塊就可以直接入手了 在SSEE部分近期還蠻多GEN4的版本開始陸續降價 我們在前一集推薦的CS3040仍然是便宜優大碗的首選 其他型號的話更高階的CS3140跟Firecuda 530在這個月開始也是首度降價 側部分也是看當下哪一家降價就選哪一家 如果說你不知道就進來Discord裡面問 好那再來是電源供應器的部分 以這一彈的配置來講我大概抓個650-750W左右 但是剛好EVGA的G51000W目前還做一個特價 那這顆是由全漢來代工全模組金牌10年保固 299年的價格說實在真的是找不到不選他的理由 就當成大哥是幫我們進行無痛升級吧 選擇大瓦數的電源在未來升級電腦硬體的時候 也不用擔心電源不夠大這個問題 一次到位真的是非常舒服 好那最後在機殼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次選擇的主機板是MicroATX的尺寸 所以說我更加偏好選擇合室尺寸大小的機殼 那以目前來說 性價比首選就是華碩在這一個月剛推出的AP201 這個是一個兼顧散熱還有高階硬體相容性的機殼 Z-Car前陣子環有開箱過 加上我這個月幫另一個朋友組也是選Z-Car 所以說到時候也會拍個影片跟他分享整個組裝的心得 那我這邊再額外提供三款 也可以考慮的機殼名單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基本上都是以垂直封道為主的結構設計 然後都有前置Type-C的接頭 像全漢的CST350 也就是先把去照的貼牌升級款 雖然說它的散熱器支援性沒有像是AP201那麼全面 但整個機殼體積也是小上不少 然後如果說你要玻璃側板的話 可以再往上看 像是喬斯伯的D30 或是銀廣最近推出的A3的機殼 這些都是近期可以考慮的新型號 好那所以說這樣最後我們整機組裝下來 價格差不多在台幣35000元左右 那無說你再搭配蝦皮的折扣 或者是刷卡活動等等可以再更便宜 這個部分可以參考我們的Discord折價券攻略 好那接著看到預算分配的部分 那因為是以遊戲玩家為主設計的菜單 雖然在顯示卡預算自然占比又是比較高了一點 而其他部位的零件預算占比就相對講比較平均了一些 那當然你也不一定要完全依照這個組合來進行搭配 因為可能在你看到這部影片當下 會有其他更棒或是更便宜的選擇 那無說你對自己的配單有疑問的觀眾 也非常歡迎拿著自己的單來到我們Discord來進行詢問 那這邊就提供給暑假的主電腦玩家做一個參考 好那接著進入到我們影片的第二個部分 也就是在前一集很多人好奇 關於12代i5代RTX3080會不會有性能上瓶頸 這邊就來看一下我的實測 這次的對照組我直接拿了i9-1290K來作為對比 詳細的規格就如例表所示 那在遊戲測試的部分 我從超過200款自然RTX光線追蹤遊戲中 選出這款最具有代表性的Cyberpunk 2077 這裡我採用內建的效能測試模式 並且將特效設定成最高的同時 開啟光線追蹤還有DLSS 這款遊戲本身對於電腦的綜合表現要求是比較高的 但從測試的結果可以看到 其實兩者在FPS上面表現並沒有明顯差距 即使是在1080P的解析度下 兩顆處理器都可以完整發揮RTX3080的性能 那當然核心數量相對比較少的1240在整個CPU使用率上來講會比較高一點 但基本上都還在可以負荷範圍之內 所以在GPU的負責還有功率的部分 是可以完全跟i9並駕齊驅的 其實將解析度上升至1440P之後 由於此時的圖形負載是大幅的提升 所以CPU使用率相較比起1080P來講是下降了一些 此時可以看到CPU在GPU效能發揮的部分幾乎是實頻的 並且在FPS表現的部分也幾乎是一模一樣 最後看到在4K解析度下整個圖形的負載來到極致 甚至你這時候會發現1240它的表現甚至還比1290K來的更好一點 整體來講在1440P以上解析度的環境下 遊玩2077這類型的3A大作開啟光線追蹤跟DLSS 只要處理器的性能達到銀水準就可以讓顯示卡性能完整發揮 接下來測試的下一款遊戲是刺客任務3 同樣的我是採用內建效能測試模式並跑了三種解析度 並且在測試的過程中也是開啟光線追蹤跟DLSS 其實整體的表現跟2077的狀況是差不多的 在1440P以上的解析度表現幾乎是10頻 1080P的平均表現則是差5%左右 比善明顯是在1%ROW的部分差約25%以上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之前很常講說 純遊戲玩家應該主要把預算投入在顯示卡的原因 因為目前主流CPU的性能已經達到一定水準 但像是i9這類型的多核心高時脈處理器更大能夠體現優勢的環境 主要還是在1080P這種低解析度的環境下 你可以注意到雖然兩者的平均整表現是差不多的 但在1%ROW的部分還是存在著一小段的差距 如果說你對這背後原理有興趣的觀眾 開具複習我之前解說CPU的核心性能是如何影響遊戲性能表現的影片 裡面有更完整的實測跟講解 以上我們測試這兩款遊戲主要都是對GPU負載相對比較大的3A大作 所以說CPU影響的權重相對來講就是沒有那麼大 特別是在高解析度的環境下幾乎看不出差異 這邊如果換成高幀數要求的競技射擊遊戲就可以看出比較明顯的差異 這邊我們就以虹彩6號為例 可以看到在1440P以下的差距就非常明顯 特別是在1080P的環境下 i9最低平均增是i5平均增的表現 但整體來講都還是遠超過目前主流螢幕可以顯示的更新率 所以性能瓶頸的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幾乎不存在的 除非你是真的非常追求1MP重度遊戲的玩家 才有必要去選擇更高階的可以超頻的CPU來改善整個最低增的表現 那當然這也是要建立在顯示卡性能足夠強的狀況下 才能夠比較明顯的看出來差異 不然一般預算有限的普通玩家 我個人還是會建議在預算範圍之內 盡可能拿到最高階的顯示卡為首要目標 對遊戲證數的提升才會比較有感 所以我們這次分享這張菜單是可以完全帶動旗艦級別3080類型的顯示卡 同時也是我個人覺得性價比比較高的一個搭配 好那我們這次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如果你有相關問題的話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如果說我8月有開直播的話可以挑幾個在直播上面回答 我們就下次再見 大概writer8台 苗 uncomfortable sind一個我在這邊 我個人君子會只剩小吧 Lyn來決定